汽車一字排開 後車廂全打開 裡面裝的都是改裝音響 收整乾淨的線路 音源 處理器 播放器 還有好多零件 通通都在這個壓克力盒裡面 最重要的除了聲音之外 還要帶到 現在看到的這個木座的部分 那這麼多的器材 你大套 當然你器材非常的多 但是你要怎麼設計 去把它變成不是雷醉瓶 而是車上的一個工藝瓶 坐在車子裡面聽音樂 音質超立體 彷彿置身在演唱會的現場 但要享受這等級的感受 可得花大錢 因為每個小細節 都是透過達人的橋手來打造 改裝金額從數十萬元 到上百萬元不等 價錢等同一輛進口車 一般市面上 大概看到的是兩音路 或者是三音路 但是為了要取得這一步 要取得更好的聲音 我採用了四音路 擷取每一個喇叭最好的 平響曲段的那一段聲音 來作為一個 結合成為一個四音路的部分 還有這台保時捷上的 木箱裝音響質感爆棚 全球限量911套 台灣只有90台 要價21.6萬 有錢也不一定買得到 隨著科技越來越發達 搭載智慧型手機的功能 汽車改裝音響愛好者越來越多 市場規模日記將在2029年 達到62.8億美元 我個人覺得至少有30%至40%以上 透過這樣的活動 然後讓更多的一些車主 更多的一些朋友知道說 汽車音響的部分的升級 是什麼樣的一個方式 然後很多都是要去做一個客製化的處理 大幅成長的商機讓音響愛好者 越越遇世 汽車音響競賽協會 也預告將在8月中 國際音響大展中 一次展出10輛私人移動靈梯式 要讓參展民眾感受震撼音質 明星新聞綜合報導